很少有人会说自己不喜欢送话 大部分人似乎都看得懂送话 送话是全世界公司收藏争夺的对象 没有送话民众的展出 总是能引得万人空相 但是送话到底是哪里吸引我们 我们真的懂送话吗 甚至是否存在一个叫做送话的对象 还有送话仅仅是宋代的话 或者是在宋代完成的吗 这些问题我们将一一解答 送话是非常写实的 以写实这个标准来看 送话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的新高度 如果再加上生动这个标准 送话在很大程度上 更是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峰 送话是如此的亲切生动 又是如此的神秘难解 因为它记录的不仅有宋代的人和物 环境山水和花鸟 更有宋人的思想和情感 以及它蕴含着之后漫长历史中 中国造型艺术的发展密码 但是送话并不仅仅是写实的 有如纪录片一样 它既记录了现实 又关照着人们的内心 如果让我选一幅我最喜欢的送话 或者说选一幅画可以代表送话的特点和面貌 那么我一定会选泛宽的西山行旅图 一说到送话呢 大家都觉得特别写实 另外呢 送话尤其是北宋的画 是以宏大的气势征服人心的 写实和宏大的气势 这两个特点都体现在西山行旅图上 我们看西山行旅图 画面上只画了一座祖风 这座祖风顶天立地左右开张 它的面积占了画面面积的大约九分之五 这样给人一种非常强大的扑面而来的气势 就是所谓的纪念碑形 这座山呢就像一个纪念碑 这座山呢是处于远景 我们看近景其实还有很多细节 有在山间行旅的罗马队 也是商旅的队里 有非常细致的建筑 有树木 也有近景的大石头 近景和中景之间呢 是以若有若无的云烟作为过渡的 这样就造成远景直逼到眼前的效果 范宽呢是北宋山水三大家之一 是其中年代最晚的一个 它是生在北宋死在北宋 所以它的画风呢 可以说代表了北宋的山水画 最成熟的面貌 另外呢又说范宽的画呀 即使是在 盛夏六月天 看见了范宽的画 都会让人不自觉的 想把身上的棉袄裹紧 就是它还有一点空调的作用 这是怎么达到的呢 大家看这个画上的默契非常的深重 用墨用的很重 除了沟 春 点 还有染 通过沟 春 点 染 一层层的加就使得画上的默契很深重 然后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细节 看这个山体的局部 是不是很多短条子村 就像雨点一样 所以呢 古人总结范宽的技法特点 就是所谓的雨点村 或者又叫豆瓣村 这是一种比较成型的固定的技法 另外呢 我们再看这个山体啊 山体是就像一座纪念碑一样 这是所谓的纪念碑的气势 再加上它这个颤道画面的九分之五 有一种逼近眼前的贴近感 这都是形成了所谓的纪念碑的气势 当地的人呢 认为范宽就是画的赵金山 所以还曾经请我去看过 我到那儿一看呢 这个山体质感是很坚硬的 跟范宽的画中是很一致的 但是呢 赵金山的山是左右连绵的 而我们看西山行旅图上 这个山呢 是像是从连绵的山当中 切下来的这么一个纪念碑的形状 所以啊 范宽的画虽然写实 但并不是像照相机那样的写实 它是有很多主观的裁切加工的 从范宽这件作品 我们再来回看颂画的基本特点 第一 所谓颂画的写实 是不是西方的那种写实的观念呢 看起来没有这么简单 颂画的写实实际上是一种很主观的写实 或者说画家用一种非常高明的技巧 欺骗了观众的眼睛 这是一种用写实的方法表达 远远超出写实的很多特别主观的内涵 这也是我们后面要说的 宋画后来走向主观 走向人的内心 宋画的内容呢 是非常丰富的 范宽的西山行旅图是属于山水画 山水画呢 只是宋画的一种题材 我们按照现在美术学院的学科架构呢 可以把宋画分成三大类的题材 一类是人物画 一类是山水画 一类呢 是花鸟画 下面呢 我们就以这三大类题材 各选一件作品 来给大家赏息一下 人物画呢 我们选的这一件是 苏汉城的邱婷英戏图 苏汉城是两宋之交的宫廷画家 难渡之后呢 又进了宋高宗的宫廷画院当画家 他的艺术水准呢 是非常高的 我们看邱婷英戏图的局部 无论是庭院环境 家具橙色 人物的服饰 还是一些装饰的细节 都是非常的精致高贵 可见呢 这是一个贵族的庭院 画中的人物 这一对小姐弟呢 是贵族子弟 画中充满了非常动人的细节 这也体现了宋画的精细写实的特点 比如说这张螺垫的凳子 凳子呢 是黑漆的 上面这个装饰纹样的 大家看的是很多白色的花纹 其实呢 这是一种古代工艺叫做螺垫工艺 就是把贝壳做成小片 嵌在木器上的漆层当中 经过很多层的漆 找平了 最后再打磨 这是一种非常费时费工的高级装饰工艺 接下来我们再看山水 除了刚才看到过的范宽的西山行旅图 我们来看一件完全不一样的 王熙梦的千里江山图 这件画呢 是最近这两年的一个大热门 争议也很大 首先这个作者王熙梦 这个熙梦没有问题 但是是不是姓王 这个是有很大争议的 因为我们知道的作者的信息 就是在画卷后面 有一段当时的全程 蔡金的拔语 蔡金呢 只是提到这个作者的名字是西梦 但是至于姓什么 并没有提 所以我们严格来讲 应该称她为西梦 蔡金还谈到 这是一个18岁的天才少年的创作 这个呢 我们也就顾望原子顾望天子 我们只是来看画面 千里江山图和西山行旅图 就完全不一样 首先 西山行旅图是一个大立轴 以前是一个屏风 那么千里江山图呢 却是展开的横圈 非常长的一个横圈 而且也很高大 而千里江山图呢 却是颜色绚烂鲜明 它使用的这种颜色 上色的方法叫做青绿 所谓的青绿呢 就是画中的主要的色调 一种是青色 石青 石青是一种带一点绿色调的蓝色 还有一种绿 石绿 石绿呢 是接近绿松石这样的颜色 是带一点蓝色调的绿色 但是啊 石青石绿 毕竟跟我们现实生活当中 三体表面的这种颜色 差别是很大的 它是一种非常富有装饰性的色彩 更进一步说呢 是用来表现仙境的色彩 这种色彩体系 先是用在佛教绘画当中 后来又被道教绘画吸收 所以青绿山水 往往是和仙山楼阁结合起来 就是表现道教的那种仙境 我们知道宋徽中有一个 这个称号就叫道君皇帝 也非常善于利用道教 为他的统治服务 所以千里江山图呢 是和宋徽中时期 宋徽中和蔡金的政治关系 以及当时利用道教 来赞颂宋徽中的统治 这么一种政治背景 分不开的 我们前面看到的这两件山水画 无论是泛宽的水墨山水 还是千里江山图 这样的青绿山水 看起来画得很逼真很细致 但是大家想想 我们生活当中既没有黑色的山 也没有时清时律的山 这种颜色是和现实生活 拉开了距离的 另外呢 宋画用来营造山体表面质感 机理的那些笔法 其实也都是经过提炼 经过加工 经过了很多艺术家的主观创造的 这和我们印象之中的写实呢 也是有距离的 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一个 宋画的特点 或者说是我的观念呢 就是宋画的写实 其实是一种非常主观的写实 下面我们再来看一件花鸟画 就是临村的果熟来琴图 这一件花鸟画呢 是一件很小的方的侧叶 这种小的方的侧叶 在传世宋画里面占很大一部分 过去呢 我们就把它当成画册来看 但是最近呢 我有一个新的看法 就是这些小的方的侧叶 当时应该也是屏风 当然不是泛宽的西山行旅图那样 在整个室内空间使用的大屏风 它是岸头使用的小屏风 所以呢 古代生活当中 凡是怕风的地方 都要放上屏风 室内有穿堂风 咱放一个大屏风 睡觉的时候 头旁边怕着风了 那么枕头旁边 或者枕头的后边 也放一个枕屏 然后我们看这个画面上呢 只画了一枝树枝 树枝上有几个果子 我们知道一棵树也好 一个果园也好 不可能只有这么一枝 但是画面只画了这么一枝 这一枝呢 看起来还是长在树上 但是我们又感觉 好像是折下来的 所以这就有一个专门的名称 叫折枝 折枝花鸟 这是唐代就形成的 一种花鸟画的表现方式 我们也可以说 折枝花鸟 相当于给花鸟画 拍一个特写镜头 把满园的杂树 各种背景 全部都删减干净 就突出那么一枝花 上面是一两只鸟 这样一个特写镜头的表现方式 这是具有花鸟画自身的特点 也是花鸟画 在唐代趋于成熟的一个表现 凌春是南宋初年的大名家 我们看到这件作品 这只鸟在树枝上的这种 即将往上跳跃的感觉 这只树枝充满了弹性的感觉 好像在下一秒钟 这只鸟就会扑打着翅膀 离开枝头 而这个树枝也会因为鸟的踩踏 而颤游半天 枝头的这几个水果 类似于我们今天的苹果 它的圆润的立体感 它的色彩 红绿之间的过渡 都是非常精细微妙的 另外大家还可以看到 这个小小的方形的画面当中 这个枝条的斜线 以及鸟的身子的斜线 就形成了一种平行线的关系 形成了一种画面线条 长短交错变化的节奏感 这些都是非常建出 降义和设计的 宋画 我们实际上可以把它分成这样三个板块 就是北宋画 南宋画和金画 北宋 南宋和金 它们有不同的历史特点 文化特点 这些也体现在北宋 南宋和金 这三个板块的绘画当中 金画我们过去不够重视 但实际上从时间上来讲 金画跟南宋画是同时带的 只是当时南方的画叫南宋画 北方的画就叫金画 但是它们的差别在哪呢 我想我们下面还是各举一件作品为例来说明 北宋画我们这次举一件花鸟画 就是瑞鹤图 大家看今天我穿的衣服上也有鹤 这个鹤和咱们背景上的千里江山图 其实有内在的联系 它们都是一种道教艺术 鹤是道教里面生鲜的标志 所以在宋徽宗时期 有个白鹤是被视为一种祥瑞 我们今天看到的瑞鹤图 和千里江山图一样 也都是宋徽宗时期的宫廷绘画 宋徽宗时期的宫廷画家的作品 它是先是一段画面 后面有一段书法 这段书法呢 是宋徽宗本人亲笔提写的 用的书法的书体 是所谓的寿经体 这其实是一种楷书 但是非常有宋徽宗的个人特色 叫做寿经体 用寿经体提写了一段散文 说明瑞鹤飞到北宋皇宫的端门 这么一个事情 后面呢又写了一首诗 来引用这个事情 瑞鹤图和千里江山图一样 都代表了北宋末年宋徽宗宫廷 对于道教的狂热爱好 或者反过来说 道教在当时是推动艺术发展的 一个很重要的助力 南宋画我们选讲一件 就是礼堂的彩维图 礼堂的彩维图呢 这个题材啊 现在一般认为画的是 伯夷书旗 伯夷书旗是商朝的贵族 周武王伐商的时候呢 他们就出面阻止 说你这个周武王伐商啊 是臣子犯上作乱 这是不对的 当然周武王没有听他们的 还是出兵把商灭掉了 那么这个伯夷书旗呢 就表示非常的不满 表示不满的方式呢 是他们隐居在守阳山当中 采威为石 威是一种野菜 为什么要采威为石呢 他们说外头种的粮食 都是在周朝的土地上 种出来的 我们不愿意吃周朝的粮食 所以采野菜为生 所以呢 伯夷书旗在后来就成为 忠于雇主的细节的象征 礼堂和我们前面讲过的 苏汉城一样啊 也是在宋徽宗的宫廷和宋高宗的宫廷都当过宫廷画师 就是两宋之交的宫廷画师 那么由李唐来画这样一个 博弈书旗不时周数的故事 大家一看啊 跟南宋初年的政治环境是非常符合的 因为当时就是要提倡中军爱国的细节嘛 所以就把博弈书旗的彩维图当成是一件政治性主题的绘画 但是从画风上看 我们会发现瑞鹤图也好 千里江南图也好 都是非常的精细 画得非常的深入 而彩维图呢 看起来就是水墨淋漓 笔字比较粗壮 这是在南宋初年发生的一个非常大的艺术面貌的变化 我们称为水墨惊奇之变 这种变化呢 看起来是风格的变化 好像李唐难度以后 他自己年纪也大了 也追求风格的变化 后来又有很多学习他的画家 把这个水墨粗放的风格发展到 越来越潇洒越来越淋漓 我们现在呢 要介绍一件金代的绘画 金代的山水画 却是另外一种特别的题材 赤笔图 这个作者呢叫五元直 他是金代的一个文人士大夫 所以这件画还属于金代的文人画 五元直的赤笔图 画法上并不是非常城市化的 他用了很多短的线条 有一种跳跃感和画面当中表现的 水波淡荡的环境的比较一致 这个赤笔图画的是 书式的后赤笔幅里面的场景 我们看啊 前面是这么一段山水画 后面的有一段书法 这个整个格局大家看 是不是和宋徽宗的瑞赫图很像啊 赤笔图的画呢是五元直画的 后面提师的这个人呢 名字叫做赵炳文 他是金代的书坛文坛的领袖 另外呢 我们注意到这一段提拔写的时间距离 金朝灭亡只有五年了 所以赵炳文写这么一首诗 引用这么一个赤笔夜游的场景 我们知道后赤笔幅 我们知道后赤笔幅所写的场景 其实是比较淒清落寞的 这里面呢 既表达了金代的文人对于书式的崇拜 另外呢 也表达了金代的文人继承发展 北宋文化的这么一种自豪感 但同时因为亡国在即 这里面也体现出对于末世 对于混乱的时局的一种无奈和哀叹 宋画有三条文脉 一条呢 是宫廷绘画 一条是职业绘画 还有一条是文人绘画 说起来宋代的宫廷画家呢 比较特别 在历代的宫廷画家当中 宋代的宫廷画家可能是地位最高的 尤其是在宋徽宗时期 在宫廷里边办绘画学校叫做化学 并且呢 把政治上的科举制度引入到化学 画家也可以通过考试取得相应的一个级别和支撑 宫廷绘画呢 我们举一件北宋的山水画 就是郭熙的早春图 我们刚才说到 北宋三水三大家 一个是关童 一个是李成 最后一个是范宽 李成呢 实际上是五代人 入宋 没有几年就死了 但是后来 学李成的很多画家当中 涌现出一个新的代表人物 就是郭熙 郭熙呢 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职业画家 被选拔到宫廷当中 去做宫廷画家 他入宫的沿路 就不断地被沿途的官员和地主乡身们邀请 去给他们的家里边做画 郭熙入宫以后呢 深得当时的皇帝宋神宗的喜爱 宫廷中呢 就到处都是郭熙画的屏风 可是呢 在宋神宗变法结束以后 宋徽宗上台以后 就把郭熙的画全部撤下来 收到库房里 所以现在郭熙的画 一个是存饰量并不大 另一个呢 有几件特别著名的存饰作品 保存的还比较好 就因为他没有长期的崩在屏风上 或者粘在墙上 以至于损坏啊 还是有一些保存下来 我们看这件郭熙的早春图 它是表现早春时节 一个山中 冰雪消融万物复苏 静静的树木呢 就像人一样 从冬季的休眠当中 苏醒伸着揽腰打着挺 开始重新的往上生长 山中呢 似乎到处都有冒起的烟云 远山我们看 祖风地位是比较突出的 周围的小山呢 是明显的处于辅助的地位 根据郭熙自己的绘画理论呢 他觉得山的布局 要有君臣主次 就是山的主次是体现出 政治秩序当中的君臣尊卑等级 另外呢 他的画中其实也是有风水布局的讲究 像早春图这样的话呢 现在很多学者解读都认为 他表现了宋神宗变法时期的帝国气象 宋神宗时期任用王安石变法 当时国家呢为之气象一新 蒸蒸日上 这就体现在了郭熙的画中 这么一种解读方式 你可以说是现代的学者 有一点牵强附会 但是很奇怪的是 后来一直到元代 官府宫廷还是非常喜欢 请这种风格的画家 来为官府宫廷画屏风画 画壁画山水 可见李承郭熙的这种风格 和帝国政治之间的联系呢 确实是古人已经意识到 并且有意识地加以利用的 所以宫廷绘画即使是画山水画 它也是有政治寓意的 下面我们再看职业绘画 职业绘画呢 我们看这是一件石王图 这个作者署名叫金楚氏 说到职业啊 职业这个概念就意味着 可以靠这个赚钱是不是 我们现在有职业运动员 职业运动员收入很高 这个职业呢 就意味着以此为业 那同样的宫廷画家 是从宫廷里边领薪水的 文人画家呢 可能家里有矿有地啊 也可能是做官有俸禄 宋代的俸禄还算是比较丰厚 只有这个职业画家完全是靠市场养活的 是首艺人 他们的作品呢就可以出售啊 出售的途径有很多啊 比如说宫廷可以直接向职业画家定件 官府也可以向职业画家定件 这就是来自于官方的定件 这个定件呢 在西方绘画里面 我们用一个术语叫做赞助 但是我们今天要搞个活动 我们要拍片子 去拉赞助 可能就是给企业一个冠名 但是古代这个艺术赞助呢 你拿了金主的钱 这个作品可是要交给金主 宗教绘画大家 不要以为光靠虔诚的宗教信仰 就可以画出来啊 这个画家可能是有虔诚的宗教信仰 但是也得给钱 像石王图呢 它属于另外一个小类 叫做水路画 什么叫水路画呢 我们听说过一个概念叫水路道场 就是古代啊 做法事啊 追见死者的这种宗教仪式 或者说是一个有缅怀超度死者功能的 一个宗教的嘉年华 这个叫水路道场 办水路道场的时候呢 除了和尚要念金超度 还有这个环境装置也很重要 就是周围要有水路画 这些水路画呢 是成套的表现啊 身佛仙气各路神仙的这些画面 也包括死者的形象啊 包括地狱里边的形象 那么我们来看看南宋的这个 职业绘画桌房里面出来的石王图 它有什么特点呢 我们首先看到这个地狱里的大郎 它有一张很体面的办公桌 是不是 它还有笔墨纸燕啊 比如我桌上的这些东西都要正规 然后它还有随从站在旁边 这个随从看起来是一个疏离 或者是一个师爷的样子 然后前面啊 这个小鬼拿锯子锯啊 拿火烧啊 拿油签啊 拿叉子粗啊 各种折腾 我们看这个地狱大王 不就是一个现态也审案的场景吗 所以现在的学者解读啊 宋代的石王图啊 这样发达的成熟的图像 实际上是人间高度发达 并且面目很猙獰的官僚制度的写照 就是人死后的世界 实际上是生前的世界的写照 说到底这些图像还是给僧人看的 也因此呢 潜移默化的把这些善恶有报的宗教观念 灌输到活人的脑袋里 这说完了宫廷绘画和职业绘画的关系 我们再来看文人绘画 文人绘画呢 在宋代还是一条比较独特的脉络 文人实际上呢 可以分成两类人 一类是文人 没有考上科举的不一 这是文人 还有一种呢 是士大夫 文人通过科举获得了功名 然后进入仕途做官 这就叫士大夫 所以严格说来是文人士大夫的绘画 我们简称为文人绘画或者文人画 在宋代呢 宋代的科举制度 在隋唐的基础上有所发展 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仕途的平民子弟比较多 这些人呢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势力 相应的也是新的文化势力 文人的趣味就比较崇尚清淡简朴 崇尚个性的抒发 这和贵族趣味崇尚华丽富贵 崇尚一种规范和一个精工细作 这种趣味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呢 在宋代的文人画 就提倡幽淡简远抒发个性 宋代文人画最重要的理论倡导者 是欧阳修和苏世 文人为什么会开始画画呢 我感觉文人是在书斋案头 就像我今天做的这个书桌 这么一个书案 书斋案头用来写字 写公文 写书法的那些纸 顺手裁一张 就在上面开始图图画画 所以呢 我觉得文人画的起源 一点也不神秘 今天各位从自己的书桌上 从自己的办公桌上 拿起几张A4纸来 就拿你手头的那个 签字笔马克笔来涂鸦 或者是做手杖之类的 这个在本质上和宋代的文人画 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利用手头 办公之余的这些现成的材料 抒发自己的性情 让自己在日常生活和工作的重压之下 获得一种心理的平衡 或者说是一种疗愈系吧 这是文人画回到它最本真的这个层面 文人画呢 我们举一件金带的例子 也是一件花鸟画 像我们现在要看到的这一件 王廷云的幽族库渣图 王廷云就是一个书法家 他的画中完全是把书法用笔融入到画中 我们看的就是笔墨 而不是看造型 我们看幽族枯渣图上 就画了一株枯树 画了一只竹 而且呢 这个画面好像很不完整 它是中间截取了一段 主要就是表现这个树枝啊 竹枝竹叶 它的那种笔墨的效果 激励的效果 韵笔呢 是比较迅极的 所以就带出枯笔的很多非白 但是又不光是枯笔啊 它也有诗笔也有墨运 这个笔墨的意运变化是非常丰富的 倦后王廷云自己的题 我们理解一下实际上说的是什么呢 我觉得可以用三个字来概括 就叫治愈系 就是人活着很不容易啊 人到中年没有容易二字 天天这一脑闷这事累也累死了 所以呢 我就通过这样写字画画 获得内心的一种平衡 其实跟我们今天啊 你要做做瑜伽 或者要冥想啊 或者去运动 跑跑马拉松 一样的就是让人能够从日常的压力当中恢复过来 以字料理而就是给自己的一种治愈 其实我们想苏世说的这个文人画的一种性情发疏的功能啊 以及后来元代的画家说啊 一笔草草 聊一些胸中意气耳 在当时啊 每一个艺术家自己的生活情境中 他可能有一些很细微的差别 但是放到我们今天来看 我们觉得文人画啊 士大夫画可能对于今天的人最大的启示就是啊 艺术是一种治愈系 我们这样盖揽呢 看了一下宋画啊 宋画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传奇 但是它的伟大不仅仅是因为在宋代本身完成的那些东西 也因为它开创了一些新的东西 在后世发扬光大的那些东西啊 这些东西经过了元明清三代啊 虽然我们对元明清三代的话 可能没有像宋画那样感到亲切 感到熟悉 感到喜欢 但是呢 这些东西实际上是通过元明清的绘画啊 最后一直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文化 进入到我们的文化血脉当中 大家好 我是邵燕啊 今天带领大家盖揽式的了解了一下宋画 希望大家对宋画呢 就不仅感到崇敬 而且也会感到亲切 而且以后会更多的走进博物馆去面对宋画 越来越熟悉 越来越喜爱宋画 谢谢大家 祝福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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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音乐 现在 že宋画 苟 很仔细 他 他 啊 暗湘河 春雨绿色 一夜重泉 好梦流人世